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華創聯堂A-House 我是Leslie 今天Leslie坐在一個示範單位裏面 去和大家做開場 其實這個項目和大家開估 就是屬於中山坦州 也就是距離珠海一路之隔的中澳春城 其實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最近的這段感受 我發現每次來到坦州去看樓 真的看一套, 喜歡一套 上一次和大家參觀的街景康城 全新家推14座的樣板房 其實三個風格我都很喜歡 而今天再次來到中澳春城 全新家推的37座 來參觀到這個示範單位 我都是很喜歡 因為我發現其實進入了2024年 坦州的開發商為了爭取更多的客戶 無論是它原有固定的澳門客戶 香港客戶 或是珠海客戶 可以見到花了很多完全不同的心思 而其中今天來到中澳春城 和大家介紹的37座 我認為是它目前四期最重要的一座 為什麽呢?大家要知道 之前和大家介紹過的36座、38座、39座等等 都是以品質型的塔樓所進行組成的 而今次的37座 是四期裏面唯一的一座濾板樓 採取一梯兩戶的分格 高使用率、低密度 相信亦是很多客戶所喜歡 既然大家對於37座的情況作為全新家推 我們亦都鏡頭一轉 先和大家介紹一下它的所在位置 好,各位觀眾朋友 立即和大家介紹一下 今次全新家推的37座情況 右手邊就是屬於中澳春城的沙盤 中澳可以說在坦州 絕對是數一數二影響力的大型開發商 包括有我們的中澳世紀城 以往等的不同系列 而中澳春城同樣 亦都是坦州數一數二的超大型項目 總共整個屋苑已經分了七期的部分 而其中今次和大家介紹的是 屬於四期加推的最重要一座 37座 37座和36、38、39 以往的樓座並不相同 因為以往採取品質型的塔樓設計 而今次的37座 是唯一的一座淚板樓 採取一梯兩戶的設計 打造了106平的三房兩廳兩位 以及120平的四房兩廳兩位 為何我會說它是最重要的一座 因為淚板樓的好處在於居住密度低 以及實用面積高 同樣,你想在中澳春城選擇淚板樓的設計 我們可以看到前方的28座樓樓單位 屬於它以往的產品 是一個超大戶型 所以物以稀為貴 同樣,大家在面對100平至120平的面積單位 37座無用質疑 會在未來的二手市場裏面更加搶手 並且作為同屋園的設計 每期的分布其實是採取東南亞的熱帶圓林式去進行分隔的 我們看回這個沙盤 我們可以留意到作為分隔開四期的部分 前方會有一條我們的中軸圓林線去進行區分 而其中37座位於後方靠近河道的位置 保持了和前方28座充足的樓間距 令到它的視距上是相當活躍的 當然,有些朋友了解中澳的會覺得 每次去到四期看樓 通過我們的消費中心再踩車進去 感覺好像很遠 假如我未來不是使用港車北上 我乘車回到屋園步行入到37座 會不會很累呢? 其實並不會的 因為大家留意整個中澳春城的主入口 正正在我們的中軸線的位置 由主入口步行式回到37座 僅僅需要兩三分鐘的步行距離 並且整個屋園我們超3000坪的泳池 就屬於在我們正前方的位置 所以生活的一站式體驗絕對相當豐富 同樣,坦州大家熟知的都是 可以使用到珠海三分之一的價錢 而享受到珠海同樣的生活配套 亦都成為了從2003年開始 到如今港人非常喜愛的區域 而37座的單位是否真的有Leslie說得這麼好 立即跟我鏡頭去看看 各位觀眾朋友 現在Leslie來到37座四樓的位置 剛才和大家介紹過 雷板樓採取空中連郎的整體設計 可以見到一部升降機給兩個單位 分別是屬於我們的0102戶 出升降機的時候就來到我們共同的入戶位置 今次全新加推的屬於我們的0...2... 不好意思,應該是0...4戶型 01和我們的04是同屬一邊 02和03同屬一邊 106平方的三房兩廳兩位 而旁邊的120平的01單位 目前暫時未推出 作為四期最重要的產品 中澳春城今次好像擠牙膏一樣 一條腿一條腿地帶給大家 首先來參觀一下 我們04戶106平的三房單位 我們可以見到進來之後 非常熟悉的搭配 防火防煙門加上智能門鎖 當然作為創意樣板間做了我們原裝的改動 我們可以見到 在入戶的圓關位置 一直延伸至電視背景場 做了一體化的設計 這個設計 其實Leslie之前在很多不同的單位 亦都分享了給大家 我認為是非常實用的 首先我們會見到 儲物的空間是相當豐富的 並且入到內部 做回我們這種隱藏式的櫃門 可以增加的儲物相當多 無論是平時的皮 以及雜物等等 都可以收納在整體的這一邊 同時 抵贊的地方是甚麼呢 色調的選材 最近我自己很關注顏色上的搭配 特別看到保時節 最熱門目前的顏色搭配是甚麼呢 就是銀板灰加上雅灰 在Porsche的現在主流搭配上 其實用在車上 以及用在家居上 都是一樣很有質感 深色調的銀板灰 搭配偏淺少少的雅灰調 整個高級感再加上我們大地式系的地磚 高級感瞬間就出來了 所以裝修上除了要花心思在材質之外 顏色搭配也很重要 而另外令我很喜歡的就是 這個開放式的改造廚房 我們可以看到 在外面做了一個大型中土 連接我們的餐桌 並且將我們的升盤外置到中土的位置 這種設計全部都是豪宅上的設計 但我們要發現 目前針對人居的居住要求越來越高 但居住面積不大的情況之下 將以往好的大單位的設計 搬到小單位做濃縮的精華 效果好不好呢 我個人認為相當不錯 延伸過來 我們會看到一個L字形的工作間 包括我們同樣還有一個額外的升盤 以及我們的三件套 煮食爐、抽油煙機、煮食爐 以及我們的消毒碗櫃 而我的左手邊這一邊 其實亦都內有玄機 做了一套我們的儲物 可以擺放我們的咖啡機 以及我們的空氣炸鍋等等 下方還可以有儲物空間 去做一個整體的延伸 當然創意空間的部分 其實在這一邊的位置屬於生活露台 稍後也會帶大家去看一個交標的狀態 好了,延伸過來 我們可以看到 在整個廳堂的部分 就是我一開始和大家做開場白的這個位置 我自己很喜歡這個單位的感受是為什麼呢 106方做三房 創意空間其實只是 我們說的夫妻或者是一個三口之家去居住使用 所以整個空間非常之闊落 做了地板通鋪 然後做露台封窗之後 整個單位的公共空間 它的重心會變得非常非常之通透 在我們露台的位置 可以再多擺一個外擺區 平時下午的時間 和我們的太太 或者和我們的家人 喝杯咖啡 吃個麵包 看看書 這個就是我們平時想要周末的一個放鬆時間 所以這一種單位 我認為 真是捉住現時客戶的一個內心 通過我們的走道 好,我們再來看看它的改動部分 包括我們可以看到其中一間房間 做了一個開放式的空間 打造成一個書房 這個也是我自己很喜歡的一個部分 因為為什麼 你作為一間度假屋 大家想一下 我自己就會把這個位置做一個機房 做一個頭影 放一個大約是70吋到80吋 再放回我自己的PS5 在這裡打機 星期六日 再和家人出去周邊吃好東西 然後再在星期一投入自己的工作 我認為這樣才能得到身心的放鬆 而鏡頭一轉 我們攝影師可以看到 後方就是屬於我們客戶的整體部分 而延伸過來 它預留了兩間房間給我們做睡房 包括這一間可以做我們標準的客房 亦都可以給到我們平時的小朋友去進行居住 當然了 尾部就是屬於我們的主人房的部分 作為度假屋的設計 可以看到 其實它做衣櫃的部分 做得不多 就是一個雙線的衣櫃 可以擺放平時我們星期六日來度假的一些衣服 同時延伸墊高了的地台 做了一種類似我們Tup Tup Me的一個床 這種設計可能對於一些年輕人士來說 會比較喜歡 但是當大家想擺放傳統布局椅 這一間房的size 也是絕對足夠的 右手邊的位置做了什麼改動呢 我們可以看到 擺放了一些我們的細浴缸 這種改造就非常方便了 其實就是把我們企缸的位置 買一個現成的細浴缸 直接放進去 不需要大家再拆磚 再去進行改造 所以看了這個106方的單位之後 大家感受到 其實為什麼Leslie會跟大家說 坦州現在的房子真的越看越喜歡 你試想一下 百多萬的預算 整個單位其實說的均價15500 106方總價在150到160 在珠海市場裡面 你可以以這樣的價錢買到這樣的單位嗎 我們要知道 一萬多元的單價 現在for珠海 斗門片區 今彎片區的話 其實都要去到二萬多元 但是在坦州的這個位置 五分鐘、十分鐘 最長十五分鐘 它是覆蓋珠海所有重要的商業配套 所以這個性價比 我是真的非常非常之建議 各位的香港朋友 有這樣的需求 一定約上方的電話 找到Leslie 來現場去看一下 那麼當然了 創意空間 只是一種不同的設計 而至於它真實的膠標是怎樣 馬上跟我們看看 好,參觀完我們的創意樣板間之後 其實Leslie身處的這個位置 就是屬於我們37座風雨連郎的這個位置 作為類版樓的設計 當然會有一條風雨連郎 去貫穿我們每一層的整體位置 在我的右手邊 大家可以見到 屬於我們的水道部分 下方延水道其實正在做施工 經開發商介紹 其實會做回我們整體的六道以及公園 所以在這個位置 平時未來 夜晚吃飽飯 下街散下步 都是一個很舒服的狀態 同時進入到我們的延伸 剛才說了一梯兩戶 去貨一個電梯和一個走火的通道 而這一邊就是目前未加推的02、03戶 我們同樣來看看106的交流標準 我們可以見到其實在入門的位置 它的入戶圓關櫃是沒有做給大家的 所以創意空間是利用了這個位置 一直延伸到尾端去做電視的背景場 做回一體化的設計 而左手邊的位置 不喜歡開放式的廚房 平時喜歡煮兩美的朋友 獨立的耿廚也提供給大家 過度式的整體佈局 方便大家去進行煮食 重要的是什麼 透方還有一個生活露台 這個生活露台 放回我們的洗衣機 以及乾衣機 搭上去放是完全足夠的位置 考慮到假如需要標準三房的朋友 其實整個單位就不需要做過多的改動 作為傳統的樹廳設計 這一邊足夠大家去做一套的餐邊櫃 以及擺放一張四至六人的餐桌 而延伸過來 相信非常搶眼的 一定是我們這個超大面式的贈送露台 這個露台的位置最大的優勢在於什麼 其實大家會見到 作為我們四旗的部分 三十七座其實已經放在最靠近水道的位置 所以面向前方三旗的樓座的時候 它是擁有非常之闊落的這個樓間渠 並且下方的花園綠道 亦都呈現了不同的區域 去給大家 就不會說是一個很dry一面 只能看到我們整個屋園的一些跑步勁的位置 好了,坦州還有一個特的大亮點 就是什麼呢? 就是贈送面積相當之多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從4Pan一開始去了解 大家會發現 每一個房間以及我們的洗手間 都會有全贈送的飄窗台 但真的交給大家的時候有沒有呢? 是沒有的 大家會看到 其實整個飄窗台方 大家去盡頭處理了 令大家獲取到更加多的使用空間 看看我們客廁的部分 第二個房間 最後是屬於我們的主人房 沒錯,我們可以看到主人房的真實空間 其實足夠大家擺放一張King Size的床 做兩邊床頭櫃 然後再延伸做衣櫃 所以不需要擔心 剛才看到的創意示範單位的設計不適合大家 設計方面交給我們未來的業主 而不買樓、裝修 記得找華創聯航 Contest上方的電話 找到Leslie 其實今次介紹給大家的37座 106平方的三房單位 我認為是近段時間 中澳春城非常出色的單位 包括坦州目前針對街景康城 以及御風鳴門、中澳春城 各大樓盤 其實我們目前都提供優惠活動 對坦州感興趣的朋友 或者想在珠海事業的朋友 這個區域千萬不要錯過 Contest上方找到Leslie 我們有商務七人車接送大家 往返參觀 以及看樓團也可以供大家進行參考 感興趣的朋友 心動不如行動 我們今期的節目到這裡也差不多了 有其他感興趣的地方 歡迎大家Contest上方的電話 或者下方留言找到我們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就這樣陣啊 對 przy會 繼續